針對台灣這一次的內部的選舉 我們要給國民黨一個分析給他參考 就是說台灣選民並不是在否定國民黨 作為這個在野黨 而是希望國民黨在路線上能夠調過來 現在全球在反共 你還相信中共嗎 你還去靠向中共嗎 中共沒有錢了 財政的公務員都在減薪了 你還想從中共拿什麼好處 聽說最近郭台銘在賣股票 很可能他在掉現金 因為他可能也被共同呼籲了 也說不定 所以中國共產 中國國民黨要能夠醒過來 不要再靠向中國共產黨 他的大國崛起是美國支持 美國不支持的話 他想崩潰都很難 現在財政都已經出現危機 公務員都要減薪 房地產泡沫都破掉 所以中國的經濟 現在是接下來是一路走下坡 你去投靠中共的話 是沒有前途的 所以奉勸國民黨的人要覺醒 要懂得回到蔣經國時代的緩共路線 不要被馬英九牽著鼻子走 誤了整個黨國的大事情 桑普律師 對 台灣香港跟這個中共的事情 是今天我主要講的題目了 我覺得在台灣 我覺得起碼頂住了 台灣也要不要放鬆 因為這個事情 是得來是非常幸運的 香港的事情我覺得說是 很難去有根治的局面 我們只是說 看得到不同的勢力板塊在做 這個連動起立戰術的下場 也是重要 所以看得到沒有辦法 所以不歸習 則歸反習 這個地方很重要 就等於說現在 以前中共是打壓台獨 那現在是你不出統 都是黨與台獨 這個地方已經很嚴重 不出中共的統 就是台獨 所以國民黨的反共也不行 對 反共就是台獨 他覺得這樣子 那這樣的說法來看的話 你看得到在未來的那個 二十大情況也是如此 你不擁護習近平 真心擁護習近平 你就是反習 我覺得這個情況會越來越厲害 他這樣會把自己說到一個 非常小的陷阱 最後會被這歷史的洪流捲走 所以我覺得說不要悲觀 很多事情都會有樂觀的變化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希望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